今天我聊聊杨丽 这一期可能会稍微有点深 你听得得仔细一点 杨丽最近他不是惹事了吗 就前不久的话 这个京东啊 也邀请他去给他们的那个双十一座活动 很多京东来诱惑 那么就出来地址了 退会员 因为京东不是他还在 我这个网上搞那个网络金龙吗 甚至一开始还有谣传说 粉丝都发起了那个挤兑 然后快把这个京东给搞瘫痪了 当然后来这个事情弄大之后 京东也出来这个辟谣了 说这是谣传 我们没有被挤兑 对不对 然后也把跟杨丽的这个相关的 这个合作的这个微博给隐藏起来了 然后搞笑的这个事情呢 就来了 说京东这么一搞的话呢 京东有一些 那个喜欢杨丽的女用户的就不高兴了 说你京东怎么这么熟啊 杨丽怎么了 你至于扛不住这么压力吗 要听他们这帮人的这个说谈道士的 你看看 搞得现在就京东吧 骑虎难下左右为难啊 首先是这样 对杨丽这个人的这个评价呢 是这样的 第一个 他其实在这个段子里面描述的 很多男性的这个行为呢 我跟各位讲 真实存在的 你比方说他那里面那个很多男生 说什么什么 讽刺有些男生既普通的 又很自信 你比方说他说 曾经还有些段子说 男生对于那个新出的这个手机啊 电脑啊 VR产品啊 游戏机啊 一出来就就就有购买欲 噗噗拉拉噗噗拉拉就去买了 买完之后就咔咔炫耀 感觉这个东西跟自己这个这个研发出来一样 很幼稚 然后的话他说男生就老喜欢 给人当人生导师 咔咔去说 就要去PVA女的 讲人生大道理 相当人全部就有那个养子的 不就是这样吗 还有一个 就要男的 他就缺乏道德底线 对女性 有的时候不忠诚 不尊重 不文明嘛 我们男生自己扪心自闻一样 有些东西他讲的 对于部分男生而言的话 是不是也是事实啊 但问题恰恰就在于 有的 只是部分的这个男人这样 有的男生 你不可否认 他的这个素质也好 修养也好 气质也好 都很好的 哪怕有的男生 他有瑕疵呢 或者说暂时他 不怎么成功呢 他至少很多男生 他是努力的在生活的 甚至像有的那个 外卖小哥 快递小哥 真的有的时候 看到他们是真的很 很心酸的 每天累死累货 赚那么几块钱 都没有时间 对那个女朋友去什么 不文明 没时间去不尊重 没时间去不忠诚啊 有什么不忠诚 甚至有很多男生的话 那么连女朋友现在都没有呢 三四十岁的一个人了 所以说杨丽在那个上面 那个舞台上 咔咔一讲的话 其实确实精准的 突着了一部分男生的这个同事 但也势必就是伤疾无辜嘛 问题在这个地方了 甚至男女对立 这么一个社会问题 这种社会情绪 就被撩拨起来了 但是在男女情绪 对立这个事情上 我跟各位讲 咱们也别光说杨丽 大家自己 每一个人 都可以扪心自闷 或者说想一想的 我们自己的这个行为 是不是也是男女对立 这样一种社会现象的 推动者之一呢 我举个例子 立比昂说 前几天 我不是发了一期 这个 洋艺 不是 洋子的那个视频嘛 我说一下 洋子这样的这个男人 对家庭照顾的太少 没有平衡很好 家庭跟事业之间的这个关系 甚至有的时候 我看他不太尊重女性的 好了 这个视频发了之后 我看评论区 有个别男生 怎么回的呢 他说洋子 掌管50亿资产的家族企业 每天忙的运动转向 你还让他每天接送孩子 管孩子 不合理吧 黄胜一又不用挣钱 家里请了八个保姆带孩子 每天就是过化妆逛街 晚上十点睡觉 陪孩子说说话 你多负担点 有错吗 你看就是这样 你就是典型的既要又要 这个不是一个网友的这个观点啊 是很多男人的这个观点啊 那其实在对待洋子这个行为的 这个问题上呢 我认为正常人应该有的这个观点 或常规的这个态度 那不就是 第一个 你得认 你确实在情感方面 一定程度上是有窥见 跟孩子 跟这个妻子的嘛 这是客观存在的这个事实 因为你婚姻也好 子女教育也好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啊 你都是靠钱可以满足的嘛 你平时陪妻子说说话怎么了 你聊聊过去的事情 听听他的这个烦心事 是不是也是需要你关心的 情感诉求 情感交流 孩子这边是一样的 你不要求你天天接送啊 你偶尔有空了 你有这个心思去接他一下 送他一下 是吧 然后虚寒问暖了 你就照顾照顾 空了带孩子出去吃个东西 买个礼物 是不是也应该 这是作为一个父亲 作为一个丈夫 该做的吧 但是你啥也不干 但是还理直气壮 觉得这个自己是对的 我赚钱多 我就有理了 你这样的一种态度 这样的一种行为的话呢 你忌讳伤人 你关键说的严重点呢 是有点在把女性呢 当老妈子使唤的这个协议 当工具人啊 是不是有一说一 甚至我们有的男生的话 在这个地方上更惨苦呢 用一个什么什么数字 去形容那个黄正义 然后就说说你这样的话 还要提那么多的这个要求 不配 是吧 他是这么讲的 那这个真的是 就在用一种什么 丛林法则 用这个动物世界的那一套 在理解问题了 这种东西 其实你啪 一旦说出来 一旦在这个网上 发出来的那一瞬间啊 很多时候 你有没有考虑过 很多女生看了之后 她就很刺眼不舒服嘛 她本身不是这样的 完了被你说成这个样子的话 她们就会很心痛嘛 甚至有一些 脑子糊涂一点的 那个女生会认为 你们所有男生都是这样 都是这么一个嘴脸嘛 对不对 尤其是像杨丽这样 有公众话语权的人 还在这个台上 脱口秀的那个舞台当中 咔咔在全国人民一吐槽的话 让很多女生就认为 这个很多男生就是这样的 越南情绪 这不就被撩拨起来了 反过来 女生这边也是一样的 你现在不是有一些什么 这个名媛培训班啊 专教这个女生怎么样去 像猎人一样去猎群 那些多金的这个男子 去调富翁嘛 对不对 你这种培训班 咔咔咔 这个女性啪啪一洗脑 最后出来的一个人 一个一个就变得什么呢 贤贫爱妇 甚至都把那个 看不起三个字 就写在脸上了 一看这个人穷乃初 直接就无视他 甚至还骂他 洞洞就口出狂言 恶言去伤害男人嘛 你关键是一装一装的 被这个媒体 啪一曝光之后 会让很多脑子 糊涂的这个男生 以为所有女生 都是这样的势力眼嘛 这样一来的话 业女情绪就来了 男女对立 从底层来讲 就是这么被搞出来 越搞越烈的 那对这样的 这个社会现象的话呢 我最后的这个想法呢 是这样的 就是第一个 咱还得像今天这样 至少得把这个事情 看透把话说透 你得知道 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 怎么回事情 第二个呢 别人犯糊涂 你也别犯糊涂啊 对不对 我们还是要一分为一 要实之求之 去看问题的 人呢确实是有动物性 有自私心的一面 但是我们也有道德感 有教养啊 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 动物之王 能够站到金字塔的 这个顶端的话 不就是因为 我们有良知 我们有道德 我们有人性的光辉吗 那如果说我们依然是 纯用的是什么 动物世界那一套 那么去理解问题 纯用三国演义那一套 而用我扎的这个方式 去思考婚姻问题 男女问题的话 那么你别说 爱情不像爱情了 人都不像是个人了 你说呢 男女对立 贤贫爱富 物欲横流 这个呢 是时代的悲哀 但请不要把 时代的悲哀呢 变成我们 个人的悲哀 大家说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